不過比較可惜就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太多的機會 包括在來到台灣的比賽 或甚至你通過他在大學的一些highline 沒有看到包喜樂有中距離投籃的這種準投能力 如果他有中距離的話 他會變成對整個戰術方面非常有幫助的一個中鋒 對 那當然我覺得這對舅來說 也是他以後可以去進步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我覺得其實不管對球員甚至教練來說 當然在場上沒有十全十美的 可能等到你修正到自己可以打球 打得很好的時候 差不多也是要隱退的時候 這是馬姐的肺腑之眼